这用的高楼栽培 然后呢种单行 然后呢今年呢又加了一条 又学会了我的秘质法 我们小番茄呢一般呢是种2200克 它这边呢种了3300克 也许说呢15厘米一颗 种的非常多 开花前呢不使肥 然后叶片变小 然后再一个呢 我那个种回去之后呢 我用叶面肥 就是零甲肥加微量元素 用叶面肥 再加上呢杀菌 空洞性的杀菌剂 来控制叶片呀 让叶片变小 你这个叶片变小了 你可以密质 这产量非常高 你看 这产量非常高 你看看啊 那个高楼栽培法 以前呢啊 我是叫基根栽培法 把根集中起来啊 这个栽培方法呢 是我是16年 报的发明专利 然后18年呢 批下来的 我这边呢是 17年开始推广着 沟龙栽培法 就是沟龙栽培 单红蜜植啊 这是我的发明专利啊 沟龙栽培法 沟龙栽培法 沟龙栽培法